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官方名称为微博 是一个在2009年8月14日由新浪网推出提供微博客的社交媒体网站 也是中国大陆访问量最大的网站之一 用户可以通过网页、手机移动程序等发布动态 并可传上图片和视频或者视频直播 实现及时分享、传播互动 目前它被称为中国版的推特 微博在2020年12月的月活跃 用户数为5.21亿 新浪微博邀请明星和迷人开通微博 并对他们进行实名认证 认证后的用户在用户名后面会加上一个橙色字母V 以表示与普通用户、名人用户的区别 但这两种用户的微博功能是相同的 我们刚刚学习了关于新浪微博的小知识 那我们来做三个quiz看看大家学到了什么吧 第一题 微博是什么时候推出的 第一题 第二题 微博都有什么功能 第二题 第三题 As of 2020 How many users does微博 have? 现在由你来说说你用微博吗? 如果用的话 你是什么时候注册的? 好了 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慢慢回落 我们下周的课题 都没见了 到八课题 到八课题 试五 试五